今天古板著2019年台湾三家大緊急的新高店 現場不一樣的色水的檔案 未典實料超過40行最新年研發技術新高 外面最研發臉完 站在裡頭是親機的造型 在這個生產的鐵盤上頭來騷啊騷 騷過這個素材的鐵盤貨人不去 這個好厲害的東西 就是可以來公還應用的類型的親戚機 那就是說用一個國產的高功率的一個雷射 它的峰值功率相當高 可以到5萬瓦左右 那這比目前市面市上你買得到的7000瓦搞很多倍 鐵鏽它就是一個薄膜層 那你雷射的功率如果控制的很精密的時候 你就可以清掉那個薄膜 可是你不會傷到它的底材 你也可以把它用在居家 譬如說你那個鍋子洗太久裡面烤盤裡面有很多判購 你也可以用雷射把它清完之後 那些是刷不掉的 那些用雷射洗都是很簡單的幾秒鐘就可以完成 剛才是雷射親戚機給人家開工街 以外國產的這個組織的雷射館 利用依賴地不一樣在一個蓋骨頂頭 來做到調查也相當的快速 將文藝跟設定好事後 揭動到雷射館 沒有幾秒的時間文藝調查就完勝了 現在3D列的技術相當進步 只要導臺有的刷就讓人硬的刷 他跟他竟加成功能發到一種不鏽鋼 跟太和金頂金賞載質的美財 它貴到3D列的方式應用在航台的雷射 跟客桌外的儀財方面 金屬的粉末鋪一層金屬粉末 利用雷射去燒熔該層 鋪一層燒一層逐層去堆疊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特殊的加工 可以去做一些比較高效能的應用 例如說客製化儀材 就是它可以去做比較複雜的型貌 甚至於說做一些表面的一個結構 讓骨頭真的能夠長到裡面去 而不是只是黏在它的外表 或者是像一些工業的零組件來講 輕量化它可以從內部去做輕量化 或者是把原本可能要好幾件加工 再組成一件 它現在可以O-1的概念 其實一體成型 跟他們的驚發性格 還有另外也可能有3D的視覺掃描 一個企圖的面子有多大 空有多小 這個透過外面上 這個3D視覺感測器 沒有規定這個時間的完成掃描 而且掃描和清清測測 將這種的驚發技術和性格 給人代替驚慨 也創作了三個應用的 客觀的富家價值 我們請問答應 先來看 蔡芳報道